喜欢兰花的朋友恭喜你上到了一个宝藏教程 教你快速学会画兰花 首先左右两根短线确定花朵的宽度 再画两个交叉的三角形 中间的三角形稍微画的小一点 从小三角形的底面的边开始 在三角形的每个角里面画一个花瓣和中间三根花丝 乌拉拉线稿就完成啦 收藏点一下咱们开始上色啦 橡皮尼将铅笔印擦浅 橘黄和粉色彩线定稿 中间的花柱先用橘黄平图 花瓣用粉色平图 然后花瓣用深一点的粉色 顺着花瓣的结构继续加深 紫色在花瓣的重色区域叠图 丰富颜色层次 再用大红加深花瓣的重色和投影 并画出花瓣的纹理 花瓣的亮面区域用白色彩迁提亮 花丝用橘红将轮廓画得清晰一些 然后底面再加一点点大红色画出体积感 花托用草绿色从下往上 渐变衔接叠图一点橘黄 再用深绿色加深 花瓣纹理旁边点上高光 OK完成